我们自古就认为偏低洋相赫,明暗有序。 而现在我们终于发现了一种隐藏的宇宙物质,暗物质。 这是一种比电子和光子还要小的物质,不带电荷,不与电子发生干扰,能够穿越电磁波和引力场,是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同时,暗能量也登上历史舞台。 但是如今在宇宙中寻找暗物质的难度越来越高,通过实验证明,暗物质关于银河系中心球面对称。 它的出现使得人类对宇宙的了解更加深入。 人类宇宙的新纪元是否会因此开启,而且暗物质是否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个全新的世界。 宇宙无垠,但我相信人类终究能够了解它的全貌。